欢迎回来 那么既然逻辑符号组成的规则不是随意的 那么由逻辑符号所组成的命题的公式 它的规则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看命题公式它的组成成分 首先是命题长元 那么命题长元是由表示具体的命题 以及表示长命题的这些PQRS的单字母 和TF来组成 第二个呢就是命题的变元 它是一个变量 那么它是以真假或者一零 作为取值范围的一个变量 那么它也是用PQRS来表示 那么之后这个命题公式 它就是由命题长元命题变元 以及逻辑连接词组成的 形式更为复杂的这个命题 称作为命题公式 那么命题长元和命题变元 它如何组成命题公式 那么在这命题公式呢 有一个定义 三句话的定义 那么这种定义呢 称作为归纳定义 第一句话说 命题长元和命题变元 它本身就是命题公式 特别呢称作为原子公式 或者就称作为原子 第二句话 如果AB是命题公式的话 那么非A加括号 A核取B加括号 AC取B加括号 A单向运含B加括号 以及A双向运含B再加上括号 也是命题公式 第三句话 只有有线部的引用上面 两条所构成的符号串 它才是命题公式 所以呢 这是一个三句话的一个定义 我们把命题公式呢 也可以简称作为公式 一般采用大写的ABC来表示它 那么我们这呢 就要注意一下大小写 通常呢 ABC是代表大写的 是代表命题公式 而小写的PQRSTF 那么它都代表命题 特别是命题变远和命题长远 命题公式的这种定义的方法呢 就称作为归纳定义 我们刚才提到了 而归纳定义呢 是一种很特别的 我们也看到它三句话 那么这种三句话的 特别的归纳的定义 我们在第二章 这个集合论里头 还会再详细的讨论到它 那么我们根据定义 给出一些命题公式的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 非P然后运航Q 然后核取R 然后它每一层都有括号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命题公式 而我们看看下面这几个 都不能算是 比如说左括号QP又括号 我们知道它少了连接词 它没有连接词 所以它不是命题公式 第二个像这样 括号P1 然后核取上括号P2 核取上点点点点 那么显然它是要表现 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概念 当然它直接违反了第三条 也就是说是有限的 这个字符章它应该是有限 第三个 P运航R核取S 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它都是一个命题 然后连接词命题 连接词命题 这样的形式 但是呢 如果严格按照 命题公式的定义来说 它缺少了括号 所以它也不能算是 严格的命题公式 当然在很多时候呢 这个括号是挺烦人的 所以如果按照严格的 这个命题公式的定义 去写命题公式的话 我们发现有太多的括号 所以很繁琐 我们就来做一些简化的约定 只在减少一些括号 那么第一 公式最外层的括号 一律可以选择 你就可以不要了 第二呢 我们来约定 这个逻辑连接词的优先级 那么这样呢 又可以进一步的减少括号 那如果按照这个简化的约定来说 那像上面那个第三个 P运航R核取S 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命题公式了 我们来看看逻辑连接词的优先级 那么在我们所接触过的这五个连接词当中 它们是不太一样的 像非它是一个一元的连接词 也就是说它只连接了单个的命题 而其他的都是连接两个命题的 所谓的二元连接词 我们就把这个优先级定为 第一优先级呢 是非 因为它是一元的 贴的这个命题最紧 然后核取核西取 它是第二优先级 它们是优先级相同的一组 然后接下来呢是运航 最后呢是双向运航 优先级最低 那么除非有括号 否则呢就按照这个优先级 从高到低 从左到右的这个词序 来进行结合 那么所以这样呢 非P吸取Q 那么就实际上就等同于 非P加括号 然后吸取上Q 然后最外层加上一个括号 但是呢如果括号过少的话 会有时候会引起一些混淆 比如说像这个 P运航Q 核取R 运航S 这个从人们这个 对称的直觉上来看呢 好像是这样 P运航Q 然后呢 跟R运航S 做一个核取 但实际上 结合这个优先级 它并不是这样的 它其实应该是 Q和R 先做核取 然后呢作为后件 再由P来运航它 然后呢再运航S 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该加的括号 还是应该加的 那么命题公式 它是一个按照 归纳定义所构成的 一个字符创 那么它在形式上呢 是有既定的规则的 那么这个命题公式 它构造好了以后 它在内容上 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